接下来的一点半至两点整 将进行本日下午第一场议程 RELS工程师的面试杂谈 由讲者蔡孟颖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 那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讲者 好,那我测试一下哦 有声音吗?有声音吗? 好,那今天的议程就开始咯 那我今天想要 发生什么事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RELS工程师的面试杂谈 那首先的话先大概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我是孟颖 然后大家可以叫我文乐或是巴盘 现在是车马级的后端工程师 喜欢喝甜肥咖啡,唱日卡,吃甜食 就是请多指教 然后至于照片的话放的是很久之前的照片 就是头发里头颜色都不一样 就是现在变太胖了 不太想放现在的照片 对,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在这个议程开始之前呢 就是有一些小提醒 关于这个议程的内容的部分 这样子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 今天会是一个比较软的分享的主题 然后会想要讲一讲说 如果今天是新手 工程师想要在求职的时候 可以注意的一些要点 这样子 比较偏向是心法的部分 所以就算不是写绕舍朋友 也可以一起来听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今天的内容比较不会有 这样做就会录学套餐 或者叫你说 每天要刷多少题啊 然后又看哪一份面试详解 就是比较不会有这一类的内容 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比较不会像一般的面试心得 我们会说 我去面圈圈公司 然后还有几关 然后有什么样的题目 就比较不会是 针对面试经验上的分享 然后再来的话是 后面的建议 或者是小提醒 都是针对工程师面为主 就是比较不会是 从HR面的角度出发 对就是今天的议程内容 大概是这样子的方向 再来是就是今天的大纲 大纲的话呢 前面会有一些前沿的部分 然后再来会分成三个部分 去做一些 我觉得就是 新手在做面试的时候 可以注意的要点 第一个是在履历上面的准备 再来就是 A在面试上面的准备 然后最后是作业的部分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环节 会有一个就是 心法跟鼓励 然后今天的议程 大概的结构就会是这样子 好 首先是前沿的部分 那像我自己一开始 在出入工程师的领域的时候 会觉得说在面试上 会有一些困扰 或是会有一些 就是撞墙的地方这样子 比方说 像我现在如果去回忆 以前新手时期的时候 会有几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就是 我可能会以为说 我懂了 我对这种东西我会了 我是知道的 但是实际上在面试的过程中 才发现自己的了解 是不扎实的 比方说 我觉得在求学阶段的时候 会很容易遇到很多的选择题 或者是考卷 然后只要可以就是 答对这些选择题 或者是考试考100分 就觉得说 我应该已经掌握 这个领域的知识了吧 之类的 但是实际上 在面试的流程当中呢 我觉得面试官会更像是 有潜入深的去问你 某一个概念的问题 比方说可能会讲说 你有用过RDBMS 那你可能会怎么样去分析 Slow Query 那可能在分析的时候 你提到Explain 那是什么东西 你讲到不同Scan的方式 那你再多说一点 它们有什么差别之类的 就会越来越问越续 然后越问越深 那这个时候如果 我对一个东西的了解 就只有可以答对选择题的时候 很快就会被问爆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也是 我自己在回忆新手时期 自己会比较容易的 有问题的地方 就是很多事情不知道为什么 并且也没有发现 这是一个问题 举例来说 可能今天我完成了 某一个作品级的专案 但面试官在问说 为什么你这边会这样写 或者是你为什么会使用这个方式 会用这个套件 会用的是A方式不是B方式 可是在那个时候的 我可能会回答不出来这些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也是 就是新手工程师 在渐渐成长的时候 可以去注意的事情是 是不是有越来越掌握说 就是我越来越知道 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为什么这么做 然后下一个部分的话是 就是不理解面试官想看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是在心境上 还没有办法就是了解说 面试官可能会想要看什么 像我可能在新手时期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面试官到底想要看什么啊 怎么样表现他才会觉得是合格的呢 或者是他一直问问题 他是不是就想要问导我 我觉得不乏还是会有那种 就是只是想要问导人的面试官 我觉得还是会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面试官的职责就是 他需要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了解你 然后看你的技术需求是 你的技术是符合需求 然后是不是一个可以就是找进来 跟大家一起工作的工程师这样子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我觉得会是面试经验上 如果经验不足的时候 就会常常会有过于紧张 就好不容易进到面试了 结果在面试的过程中就开始语无伦 是口无遮拦不知道在讲什么这样子 对就是我会觉得说 新手时期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 然后在这样子跌跌撞撞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直到有一天的时候 就是自己也因为职业上的发展 然后就从面试者的角色 第一次变成了面试官的角色这样子 那我觉得在这样子就是经验上其实会有很大的转变 一个部分会是 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就是不同的人就是来面试 然后他们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方式等等的 然后另一个部分是 可能在心境上或者角色上的转变会让自己看事情会有不一样的角度 比方说可能有一些事情以前自己在看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我这样子回答应该还可以吧 然后现在就回忆起来的时候就觉得 啊糟糕真的是讲得超烂的啊之类的 就是会有这样子上的转变 所以才会诞生今天的这个讲庭 希望可以去分享一些 我觉得新手在准备面试的时候可以注意的一些点 然后希望大家面试都可以非常的顺利 好那接下来的话会分成就是履历面试跟作业三个部分 去做一些我觉得就是要点的提醒这样子 那履历的话我会特别想要讲的是要了解自己 另一个是在数据上要比较小心的使用 这样子就是大概的大纲会是这几个部分 那首先呢了解自己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了解自己的履历 那大家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做过什么事情 但是在实际上的面试场景当中常常会发生 就是可能问了某一个人就是履历上的东西 可是却回答不出来会有掌握度不高的这个状况 对那什么样的东西会算是掌握度不高的东西呢 举例来说第一种是可能毕业了 然后就写一些毕业的那个大学的project这样子 可是在问的时候那堂课的内容其实我已经忘记了之类的 或者是在专案里面有用到自己却不太熟的技术 或是稍微有玩玩的工具 我觉得这类的东西不会是不能写 只是就是在写的时候可能要比较有技巧的 让对方知道这个跟你工作上的技术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再来或者是公司有在用但是都是同事在弄的技术 对我觉得这以上这几类的东西不会不能出现在履历里 但是当它出现在履历里面的时候 就是你一定要花时间然后去了解它是什么 然后对它有一个认识 对那如果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 我就会建议这类的东西不要出现在履历里面 对我会觉得说如果有这样的论述或者是你提到的工具 在履历里的时候如果被问到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很好地回答 或是没有办法说明是什么 那其实会是一个蛮大的扣分这样子 好下一个部分的话是在图表数据上的使用 第一个部分是我觉得会是大忌讳的部分 就是可能有些人在就是应征的时候会觉得说 我的履历好无聊 里面都是一些文字 我希望可以放一些比较活泼的东西 比方说能力图表之类的 对但基本上我觉得这可能已经在现在 在各行各业都是一个大忌讳 对千万不要放这样的东西 对一方面是里面的数据是没有就是实质的参考价值 因为它比较像是个人自品觉得自己的能力在哪边 另一个部分是他们之间是没有办法真的去做比较 甚至比较像是空口喊话说 哎这个是五颗星这个是四颗星之类的 对就是比较没有参考的价值 对那我觉得如果就因为放了这样的图表 然后让自己就是上市了后续可以面试的机会 我觉得会蛮可惜的 那要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能力到哪边呢 那我这边提供了几个可以试试看的方式 第一个是就是不要用这个技术我用了几年 或是学了几年来表示 我觉得虽然说时间没有办法代表一切 就是也是用了很久 或是使用某个技术很久 不代表对这个东西越来越熟悉 但我觉得它还是会比刚刚亮的方式比较参考价值 另一个部分是在哪些专案里面使用到的这个技术 但我觉得以新手的状况来说常常是 我可能这个技术也没有用很多年啊 我是新手耶这样子 那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直接的把这一些技术 罗列在自己的履历里面 让面试官自己去看比较有兴趣的部分 然后问你然后了解你 或者是可以就是分门别类的把它分开叙述 那再来就是在稍早提到说 有一些是碰过然后有在玩的技术 跟有一些是工作的技术 我会觉得说其实这两类的东西 是可以把它分开来罗列的 那这样其实面试官比较好掌握你对这个技术的强度大概到哪里 好 接下来是数据上的使用 那我觉得数据的话就是很多求职文章 可能会说你要让数据帮你说话 比起说你做过什么 然后放上它提升了多少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 会更容易吸引面试官的眼睛 那我觉得这类的东西 的确就是如果让数据来说话的话 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会造成一个现象是 有些人可能在修自己的履历的时候会觉得说 这边就是好像看起来没有亮点 然后就开始加一些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七十到自己的履历里面 对 那我觉得就是建议不要让数据是威胁而写 比方说呢 面试官在看就是履历里面的论述的时候 他可能会去想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数据是哪里来的 举例来说刚刚的其中的案例是 优化内部系统工作效率提升了百分之六十 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想说 你是怎么样去评估说工作效率提升了百分之六十 如果我疑问之下 就是你就支支吾吾跟他讲说 就是同事跟我说 大家用的都说赞 所以我就写百分之六十 那感觉就是没有 才没有办法去说服说 为什么这个百分之六十会出现在履历里面 这样子 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怎么做到 那我觉得大部分就是在 面试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都是为什么 怎么做到的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子 比方说呢 像刚刚的例子里面的第一项是 API效率提升百分之七十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连串的问题 比方说 为什么要调整 那就是原本问题在哪里 那后来发现要怎么样去调整 之类的 就是会有这一连串的问题 那如果在这个部分可以比较好的说明的话 我觉得的确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加分 然后也可以让就是面试官看到你的实力 但如果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说明的话 就变成是你有一个抓住面试官眼睛的亮点 可是最后却没有办法好好的回答它 所以我会建议说 数据的话就是要讲清楚效果显著的原因 然后数据来源有凭有据 对 这样子才会能够让数据发挥它真实的效果 最后就是一些像叶数上的建议 我个人会觉得说除了作品级以外 会建议大概叶数可以掌握在一到两页左右 就是里面包含了你最精华的东西 然后不会显得太少 也不会太多 然后造成就是很失焦 或是掌握不到重点在哪里 这样子 那我觉得如果有超过三页的状况 也是可以去审视看看 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相干的工作经验 或者是就是自传啊 或是之类的内容是不是太多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作品级 那我觉得作品级会是 没有经验的 就是面试者可以特别去注意的部分 那有经验的面试者 当然也是可以 就是特别方向作品级 基本上 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让人家有机会去看到你的实力 然后了解你的地方 这样子 那我觉得一方面是 我觉得作品级或是site project是蛮能够去展现一个人在学习跟技术热忱的地方 然后也会是在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可以多问你关于这一个专案的问题 然后可以更加的了解你的地方 那在作品级上面 我会建议作品级的主打或是亮点 尽量不要是就是上课作业之类的 就是那种可能 诶 看很多旅历 结果看到都是类似的东西 然后可能拿出来问的时候 看起来对这个东西的掌握都没有那么好 然后也看不到就是个人的热忱在里面 那我觉得说 在做这样子作品级的site project的时候 可以特别针对就是 想要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小烦恼去做发想 我觉得虽然说 好像大家都给出这样的建议 但是我觉得其实它是蛮管用 每个人生活中的小烦恼都不太一样 可能有些人是 在就是充足手冲咖啡的时候 可能会就是想要特别去 记录一下自己手冲的数据 或者是有些人的烦恼可能是 就是一群人然后 可能一起生活 然后要轮流丢垃圾 可能想要抽签 就是每个人的小烦恼都不一样 那我觉得这类的就是小专案 其实都会就是让 面试官比较可以看到你的热忱 那最后作品级就是 基本的提醒这样子 就是要特别去注意 只要是面试官可以看到的专案 基本上readme都要写好 让对方知道这个专案在做什么 要怎么把它setup起来 对 然后再来就是要特别小心失效连结 就是在送出去之前 还是要检查一下 因为有可能就是 就因为失效连结 然后功亏一亏 然后对方可能就 就点不下去 然后就觉得啊 这份算了拜拜这样子 对 那最后就是跟了解自己的旅行 一样 要特别了解自己的作品 对 如果作品里面的问题 回答不出来会显得很尴尬 对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面试的桥段 面试的话呢 我会分成主要是三个部分去做说明 第一个是了解的深度 第二个是软实力的展现 最后是技术体的沟通 这样子 好 那了解深度的话 是会特别想要提醒 就是比方说 可能有些人在 渐渐往median的程度前进的时候 会去想说 我要怎样让面试官觉得说 我跟其他中也不一样 我好像程度又可以再更多一点 那我觉得在技术体上的回答 是不是可以很完整 或是可以展现深度 就是其中一个 可以去展现自己能力的地方 局里来说呢 如果今天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是 那个 HUD跟Patch 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 你可以说一下吗 如果你的回答就是 一个是那个 局部的修改 一个是支援的体款 好像有讲到一些key word 但是呢 对面试官还是会觉得说 你好像没有办法 把这个论识讲得很完整 是不是对这个东西的掌握度不是很好 但如果我今天在回答的时候 你可以比较清楚去讲说 好 PUT跟Patch是什么 他们是HTTP里面的请求的方法 那他们在意义上的差异是什么呢 那还有大家在比较的时候 可能会做什么样的差异的比较 比方说 可能在密等跟非密等这件事情上面 那如果我可以把这件事情 讲得比较完整的时候 就是面试官会觉得说 你对这个东西的了解 是完整是充足的 那在技术分上的给分 会比较高一点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就是 可是工程师领域的知识 就是有百百种 就是我可能会被问到我擅长的部分 有可能被问到我擅长的部分 我要怎么让就是面试官 比较有机会 问到我擅长的部分 看到我的优势在哪里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会建议说 在智介或是回答问题的过程里面 可以偷偷地去偷渡一些 自己比较擅长的地方 举例来说 我一开始在智介的时候 就在面试的时候 就觉得说 怎么每个面试都要智介 我智介都要讲什么 然后就开始讲一些 大家好 我是圈圈圈 我在哪一间就是大学毕业之内 这种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内容 但后来才发现 其实智介是一个面试官 会拿来问你的材料之一 就是他要了解你的方式 就是从履历里面 去找一些问题问你 或者是从智介里面 去延伸一些问题了解你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智介里面 去放一些 你比较有亮点 或是你比较有自信 可以去回答的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让面试官多多往你比较擅长的点前进 这样子 对 那另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在技术题上的回答的时候 如果今天遇到比较擅长的事情 我觉得可以趁盛追捷的 去多描述一点多说一点 比方说 如果今天面试官问说 你有听过Catch Control吗 那如果今天 这个是你比较擅长的地方 我觉得你可以再多说一点说 除此之外 大家可能还会去提到什么东西 还有其他的Catch方式等等的 那如果今天是 遇到不擅长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可以试着去想想看 有没有机会把他引导到 你比较擅长的事情去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困难的 但是我觉得会是 值得这么做的 就大部分的情况下 面试官如果一直问你那个 你回答不出来 然后你很干 没办法就是继续描述的东西 其实他没有办法 就是了解你这个人 对 那我觉得如果你可以 给他一点clude 说可以去问什么 我觉得会是一个 可以去踹踹看的事情 比方说 今天同一个问题 你有听过Catch Control吗 但是 你好像听过这个东西 但是对他不是很了解 可能大概知道 他是一个HTB header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可以跟他讲说 我好像比较没有碰过这个领域 但是 我平常在送Request的时候 可能比较会带HTB 或是我比较 会特别注重点是什么 然后让他有机会 从里面去抽一些 其他的方向去问问题 对 那还有最后一个状况 就真的瞎掰不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 就是还是要 勇于面对自己的无知 然后就是 可以 尽量不要硬凹这样子 那再来最后重点就是呢 就是我觉得在 技术题的回答上面 重点并不是每一个问题 都要回答得很完美 然后就是要完全展现 你都是正确的 我觉得重点不在这里 就是在回答技术题上的时候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可以就是展现你的想法 然后展现你了解什么 然后可以跟对方开启讨论 然后有一个沟通跟互动的过程 我觉得反而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好 那再来的话 会是讲软事例的展现 我觉得以面试来说 其实有可能 在看完作业 或者是在打技术题 可能到某个点已经就是 觉得说这个人可能可以收了之类 已经到了某个点这样子 那后续会去考量什么呢 就会去考量这个人是不是一个 可以相处可以合作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会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大部分公司在 就是面试的时候 会特别需要观察一点 就是这个人是不是一个 讲话有条理有逻辑 可以沟通的人 如果我在问问题的过程当中 好像讲话都扭头不得马嘴 或者是没有办法 好好的叙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就会让人比较担心说 能不能一起共事 能不能一起工作这样子 第二个部分的话 是工作热忱的部分 那我觉得以新手来说的话 有可能会陷进个陷阱 就是有一些面试官 可能给人一种非常 就是亲和的印象 然后感觉好像在跟你闲聊一样 然后就会不小心 把一些新生讲出来 比方说 我来这间公司 其实只在过过水 或者是 我就好紧张哦 然后现在就是都没有公司要收我 好紧张之类 这种讯息出来 但我觉得大家在面试的时候 还是要有个自觉 说我是一个面试者 那我的重点是我要展现我的技术能力 是可以符合你们的要求 然后并且我是可以在这个团队里面 跟大家一起前进的 我觉得会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那第三个部分 我就是觉得会是面试的时候 要比较放宽心的点 我觉得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文化 然后会有自己比较习惯的相处模式 或者是思考模式 比方来说 可能有些公司比较喜欢 就是比较aggressive 或比较积极的人 那有些公司可能比较在意的是 气氛上的和谐 或者是在工作的模式上面 可能大家比较喜欢 某一种工作模式之类的 就是大家会很容易有这样子的偏好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最后公司如果 就是不愿意收你 我觉得也不见得是 就是你的问题这样子 有可能是在文化上 比较没有办法match 那最后的话就是在 以Junior来说 我觉得会 公司会很重视 自我进步的动力跟发展性 那这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前面的准备 就比方说 我在履历里面 是不是可以看到说 你一直有在自我进步 然后有试图去做一些学习这样子 另一个部分就是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感受到 你会尝试解决问题 因为如果今天问了一个 就是问题 然后回答是我不知道 这个我没有处理过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面试者 对于面试官来说 我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收进来是不是 你就是遇到状况的时候 也会觉得说 别人都要手把手带你呢 这样子 好 再来是技术题的部分 技术题的话 我自己刚开始 在面技术题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我一定要就是 很完美的解这题给你看 对 然后就开始 埋头苦血埋头苦干 对 后来就发现 从面试官的角色 去看这整个 这整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会觉得 这个面试者不要紧吗 这样子 可能会想说 今天我给你这个题目 那你都不需要来跟我 确认一下提议是什么吗 然后可能有一些 比较概略的题目 然后你不需要来跟我 做假设 然后不需要来跟我 确认一下这一题的一些状况 然后也不来找我沟通 那是不是如果 今天发offer给你 你也会自己买头苦干 买头苦血 去完成一个需求 然后不来找我讨论呢 对 那我觉得这会是 反而在技术题上面 要特别去注意沟通 因为面试官是 不知道你脑袋里在想什么 然后现在打算做什么 对 那我觉得就是让面试官知道 你现在打算怎么解这个问题 然后在想什么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对 那我会觉得说 一个部分是可以在 就是动手的时候 可以让面试官知道 现在进入了哪一个阶段 你现在想要做什么事情 第二个部分是 在后续你解题之后 在说明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一边说明一边 去验证看看说 你前面的解题 是不是有一些地方 就是还没有想得很明确 然后再来的话是 以面试来说 我的立场会比较不建议 准备简报 我觉得不会不能准备 但是就是通常准备简报 不太会太加分 就是现在有一些 面试文章可能会建议 说你可以准备一个简报 但我觉得心里要有个底 是说我就算准备这个简报 也不会让面试官觉得说 这个人好亲切哦 我觉得好像还不错 就是不会有这种加分的效果 然后再来就是 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缺点 比方说就算一开始有大纲 但是你还是不知道 这个简报有几页 或是每页会讲多久 这样子 然后另外其实很多 最精华的事情 都在履历跟字界里面 我觉得其实更好的是 让就是你跟面试官之间 有个一来一往的过程 让对方可以了解你 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方式 这样子 接下来的话会是作业的部分 那作业的部分 其实要提点的东西就比较少 主要会是觉得说 在写作业可以多花一点时间 在下笔之前去想想一些事情 其实以来说 面试官可能会想看什么 那我觉得 以Junior在写一份作业的话 可能会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 我要达到基本的要求 比方说 我今天要写一个 什么样的网站 那总要是一个网站的形状 或者是 今天这个程式题 最后的output 应该要是一个 可以非反转的array 那最后应该要有一个 可以非反转的array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那接下来往后 就会去看其他的部分 比方说 一开始我想要达到 这个要求的时候 可能都会写很多意大利面口 那渐渐的是不是 你有能力去 理出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软体的架构 或者是有一个 比较有可读性的code呢 或者是 今天在combin的时候 是不是combin message 可以比较清楚 然后combin的size 是可以比较正常的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就会是 往后可以继续展现 从junior到median的程度这样子 另一个在写作业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注意的点是 很多公司是没有专职 在做面试的技术人员 所以有的时候会是 一般的工程师 他们平常也要解决 PN的需求 除此之外也要有时间来看 就是大家的面试的作业 这个时候 其实可能没有办法 每一份作业都仔细的 去品尝跟欣赏 对 那我觉得就会需要去 想想看说 哪些项目会是比较加分 比较有机会被看到的地方 举例来说呢 就是 如果今天我要写个REALS App 那对方是不是 有可能没有空把它跑起来 没有办法看到我精美的刻板呢 或者是 有一些特别注意HCase 或者是 特别注意一读性的地方 是不是比较有机会 可以被这些面试官看到 然后最后送出去 也是有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 就是像readme之类的部分这样子 总之呢 就是我会觉得 多做一些思考跟规划 有的时候有些细节 也会比东西有完成还要来的重要 区域来说 如果今天有两个面试者 第一个面试者可能是 完成了所有的需求 但是就是里面扣打开是意大利面 跟第二个人就是 他进来的时候 可能说我完成了80% 但是他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巧 比较精妙的 软体的架构设计 那有可能 面试官还是会比较 prefer 后面那一个人 这样子 好 那讲完了刚刚的三个部分之后呢 最后就是心法跟鼓励的部分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会觉得以心手来说 就是找到第一份工作 或者是一开始在转杂 这个过程是相当辛苦的 对 就是有可能会一直受到reject 然后被reject 怀疑人生 然后就想说 是不是这世界都没有人要我啊 之类的 对 那在这边还是会想要鼓励大家 就是有动力可以继续走下去 这样子 第一个部分是 我还是会觉得说 就是有某一个层面上 并不是只有技术的问题而已 就是 这个公司会不会收这个人 有很大一部分是 公司跟人之间的match 有可能是 这间公司不适合你 那如果今天他把你 就是招募进去也说不定 就是在里面也会过得不幸福 所以我觉得 某个层面上可以放宽心去这样子 思考这样子 对 那另一个部分的话是 我觉得要肯定自己的经历跟成长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面试的经验啊之类的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人是会慢慢的成长 然后会更了解说 我要怎么样去面试 然后人家可以看到我的优点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也是要让自己 一直保持在一个 有自信的状况底下 这样子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然后想要问看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之类的 对 或者是想要给我的建议什么的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有六分钟的Q&A时间 请大家踊跃举手发问 感谢张哲的分享 我们就可以去张哲 谢谢大家 那边那边 我还说我带着这个过去啊 这是这样开吗 这会动吗 有耶 我不用把这拿过去 哦好 谢谢 谢谢 想问就是假如说 投完之后公司就没有下文了 就是被无声了之类的 那这个时候要去问公司说 结果吗 还是就默默地就收下这个无声卡 只是好奇别人会怎么做 哦 ok 如果我觉得这个会比较看状况 可是如果是我自己的立场 会偏向是 如果这件事我想要进去的公司 我会试着去问问看这件事情的下落 一方面是 如果我们去考量说 从公司方去看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如果你去问说 我求职的状况怎么样之类的 其实没有人会记得 曾经有一个求职者 做过这件事情之类的 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就不用在意说 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很突兀 会不会把我黑名单 就是我觉得不用去担心这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我是自己 就是很想要进的公司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积极地去做这件事情的 然后我觉得在各种 就是公司的流程当中 很难说 很难说会不会真的有一些 差错或是失误之类的 除非是那间公司有很表明的说 我们的阶段 如果今天就是你没有进到下一个阶段 我们就会直接无声 除非他有比较明确的做这一个 就是通知或是解释 要不然我都会建议说 可以直接去问问看 那有没有遇过面试者去挑战面试馆的情况 哦 这样的问题哦 那之前可能 我之前也有当过面试官 就是有时候会遇到那些面试者去挑战 以技术面向或是工资的架构去挑战 哦 OK 就这个层面的话 我觉得其实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面试官 我觉得会是另一个也是很大的主题 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也在学习当中 那我自己遇过比较偏向是挑战面试官 其中一个情况可能是 你今天问他说 你有提到某个技术 那你用这个技术大概是在做什么 然后可能回答你说 你可以自己Google啊之类的 就是会遇到这种神秘的状况 对 那我自己会觉得一个层面上是 我觉得到某个点的时候 有可能这一个技术 就是这一个面试者 其实已经展现了对这间公司 其实是没有就是热忱想要进来的 比方说像刚刚那样的状况 那或者是就是如果他试着去 就是挑战一些架构 我会觉得说不是不能够挑战 但是我会觉得比较看 我这间公司要收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比方说如果我的公司很在意说 比方说像是气氛上的和谐 是不是你进来之后 跟其他人的沟通不会是很冲撞 然后或者是很不去理解别人的想法 那我觉得有可能这样的行为 对于这间公司想要收的人来说 就是不太match的 那另一种状况可能是 我会觉得就是面试会是一个互相理解过程 我觉得并不是说面试官讲的东西 都一定是对的 对那我觉得这还是有一个讨论的空间 不知道这样讲就是你会觉得 是可以理解吗 可以可以 谢谢 还可以问问题哦 免费的我不知道 这边这边 我也想问就是从面试官的角度 会通常会建议做什么样的准备来确保 自己在不同的面试是 有一样的标准 来看待不同的人 不管是自己面不同的人 或者是自己跟其他同事面同一个人 会做什么样的准备 然后做怎样的准备 我觉得第一个部分是 会对这间公司有某种程度的了解 因为你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直觉 然后可能同时 就是同一个时间可能面很多间 或者是 就是每次面一间之后 可能会再面下一间 那我觉得去掌握这间公司 在做什么之类的事情是重要的 就是如果今天在问说 你对我们公司的了解是什么 然后就是回答不太出来 你是不是那个就是赢 那个什么的那一间 然后结果回答 刚好不对的话 就会很尴尬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会觉得 就是其实面试是 某种程度面上来说是有技巧的 对就比方说 就是我是不是可以 比较完整地去论述一件事情 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是不知道 他只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觉得我用一句话回答你就好了 之类像这样子的状况 我觉得是可以特别去调整 就是自己在回答一些问题上面的方式 然后去抓到自己面试的步调这样子 对然后除此之外 可以特别准备的地方的话 我可能会先回答这样 或者是有哪一个层面是 你特别会想要问说 是不是可以先准备的地方 其实我想问的是 面试官准备面试的部分 你是说面试官准备面试 不是面试者准备面试 对不起 我没有搞清楚问题 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以面试官在准备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这点其实我自己也还在学习 那我觉得有一些最基本的事情 是要去了解这个面试者 就是每一个面试者 我都要花时间去 看过他的履历 然后去想好说 我可以从哪些层面去问他问题 了解这个人 我觉得这是每一次面试之前 都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会蛮累的 但是还是要做好这件事情 就是才有时间 或是才有机会 可以去了解这个人 这样子 对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再来就是 我觉得公司里面要有一个 可以去对于面试者 做一个分类 或者是分析的标准 就是怎么样才要都达到我的要求 诶 声音到了 哦 好的 好的 对 就是这个人做到什么程度 才能达到我的要求 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我大概会凭什么样的分数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要有一个比较 就是标准化的去做这件事情 要不然我觉得会变成 好像一群人就是很 很自宜讨论说 这个要不要收好啊 收啊之类 就是我觉得 就会变成一个 没有办法很客观 去评价一个人的状况 这样子 对 谢谢 嗯 不会 好 那我们这场议程到这边结束 然后接下来会进行 四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 下场议程将在2点05分准时开始 那我们谢谢讲者带来的精彩分享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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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事 谢谢 我要Mirror还是不要吗 可以不要Mirror吗 就是调 就是调 可以 可以 哦 我一张角度可以 哦 也可以 那不外面也可以 可以Mirror use as security 是 然后下一步 是不是还有两件事情 Match同級,不要賣取你的每個人看一下 剛才的應該會有不同色 剛才你的系統 其實點這個也一樣 點Setting 第一個把輸入框關掉 下面 然後我們Fuse的Smano 點你的 點這個 那你這邊要調它的解析 調Scale 現在這樣就可以了 謝謝 謝謝 那 然後兩分鐘要開始 然後大概 大概 前一分鐘的話要稍微長一下開 好 然後等會就可以開始 就可以開始 好的 然後掌聲盡量都直接直上 講到三十 三十 對 好 就是 就是 還包含了 對 OK 對 OK 那接下來的2點05分 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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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點35分 2點35分 將進行本日下午第二場議程 用Docker建設End of Live的Ruby開發環境 由講者Jimmy Wu為我們帶來精彩的內容 掌聲 Sorry,調香麥克風 那我們開始囉 好 那我這邊首先要講 這場議程其實我有點標錯它的難度 它應該是入門級的 這邊不會講到非常深的原理 但是 我會盡可能的讓大家都知道 這個標題可以讓你做到的事情 好 先講一下這個標題 我們這場議題是講說 用Docker建設End of Live的Ruby開發環境 那也是為 工作上面的老專案續命的經驗談 然後我是 我是Jimmy 然後現在是 五倍紅寶石軟體開發的工程師 然後我之前有做過遊戲類相關的經驗這樣 那 要講這個 這個題目呢 首先要從一個故事開始講起 就是Apple製造災難 那Apple到底製造了什麼災難 Apple M1 晶片 有沒有 One more thing 那這東西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一個on架構的處理器 那 我們原本 有些朋友可能是用Windows 那 有些朋友可能是用Mac 可是Mac之前 它是用Intel的CPU 那 它自從變成M1晶片之後 它採用的架構不同 那採用不同的架構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處理器指引級的不同 那這個東西 會造成什麼樣的 進一步的問題呢 你Library 我們常常開發 安裝開發環境的時候 你需要很多的函式庫 那它函式庫在不同的CPU上面 擠起來的時候 就需要 使用它的指引級的部分 那這部分 這部分 如果它 不符合的這個平台的話 你的處理器架構的話 那它 直接就是Fail 那你連Library都沒辦法用 那我當時遇到就是這樣的一個 非常棘手的問題 那我們來聊聊 開發環境的噩夢 換電腦的噩夢 我們每一次 換一台新的電腦 你環境是不是要重裝 那我們 除非你很 記得自己 每一個步驟 所有裝的東西 你現在重新叫你裝一次 哇 那個是一個 宅男 然後第二個問題 我的電腦可以動 你的 OK 那這時候就要開始 跟大家講說 有個好東西叫做Docker 什麼是Docker 你有聽過Docker嗎 我不知道 那這張圖呢 開始介紹就是 什麼叫做Docker 那這個東西是 這張圖是從官網上面 就是有 有分享的 那左邊的話 當你安裝好 Docker的 比如說我是Mac 我就會去安裝Docker的Desktop 那你安裝了應用程式之後 它總共就會包含這張圖上面的所有東西 那稍微介紹一下 左邊的 左上角呢 這個是Client 就是我們平常 在 介面 終端機去 輸入指令的地方 它會呼叫 Docker Daemon的API 然後它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這樣 然後 Docker會有Docker Image Docker會有Docker Container 那右邊呢 這是什麼東西 Registry 就是 比如說Docker Hub 它的Image 我可以像GitHub一樣 從上面拉Image下來 對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走 接下來 聊聊什麼是Docker Image 那首先要 開講說 你會先知道第一個事情 你去查官網 可能會說會有Docker File 那什麼是Docker File 右邊那張圖 就是 我現在有在使用 Docker File 簡單來說就是在描述一行一行的指令 你要怎麼 你要採用什麼樣的作業系統 過程中 需要安裝 執行什麼樣的 Shield Script 去安裝任何的Library 或是 進行一些 環境變數的設定啊 等等之類的 你都可以寫在這裡面 那 這個東西 你 你需要一些先輩知識 是 比如說你 你如果是用Unix Lite 作業系統的話 你就需要 有這些先輩知識 你才知道這些 這些腳本要怎麼寫 那 我們進到下一張 Docker File 可以Build to Image 那 接下來 這行指令 就是最上面可以看到 上面這個 Docker Build 然後我 我給它一個名 就是我要Build這個資料夾 叫做Ruby的2.4.1.0 然後我給它一個Tag 然後 這個名稱叫做DemoRuby 然後它是2.4.1.0 這樣 那執行完成之後 你就是在做 燒錄光碟的這概念 就是 對 你的Image就會產生 那 Docker Hub上面 我現在右邊這張圖 什麼叫做光碟片的概念呢 我現在寫了這些指令 我用Build的指令去Build這個Docker File 然後讓它去燒錄這張光碟 然後 你就可以理解為 OK 我們這邊可以進行一個 調查 就是有人不知道光碟片是什麼東西嗎 不知道請舉手 好 那至少我們是在同一個 大部分人是在同一個世代的 OK 右邊這張圖是Docker Hub上面 就是Postgrid 它是一個資料庫的Image 然後它有很多層的 這邊我們不做詳細的介紹 但你可以知道就是說 它是 也是一個Image的概念 你只需要把它拉下來 然後 就可以使用 這張光碟片有點厲害 它有作業系統 它有你想要做任何東西 你想要安裝的東西 它全部都寫成腳本寫好了 你不用擔心 就是你重來一遍的時候 你忘記某個步驟幹嘛 那有了Image之後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 所謂的Docker Container Docker Container Docker Container到底是什麼 用簡單的話來理解 它就是執行光碟片的電腦 我們現在寫好了Docker的Image 然後把它Run在一個Container上面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等同 我們可以把一台電腦 起在你的 比如說Mac上面 你可以這樣理解比較簡單 那 有一台電腦之後呢 我們通常不可能只Run一種服務 開發的時候需要啟動多個服務 那這時候要怎麼解決這問題 Docker Compose 什麼是Docker Compose呢 簡單來說呢 Docker Compose 能做到的事情都是透過Docker的 它底層是用Docker API的呼叫 然後去做出來的 那右邊的這張圖呢 就是你看到上面這個描述的 Docker Compose 它的Version是3.9 那它有Service 它上面有這個Compose的File裡面有DB 它有Web 有這兩個服務 那它們各自 下一個階層就是它用了哪一個Image 那我的Volume就是硬碟的概念 有什麼 它用了掛載哪些硬碟到這個container裡面 這些複雜的東西我們等一下會講 那 當你有了不只一台電腦之後 那我們現在有多個服務 有多台電腦 那我們要怎麼讓它們一起co-work 就是一起協同工作呢 Docker的Networking 我們一開始 自己的Mate是實體電腦 你透過Docker的Networking的功能 它提供你好幾種網路的Driver 比如說它有Host模式 然後它有Overlay模式 它有Bridge模式 這些東西你可能會需要一些基礎的網路概念 但是我們只是要開發專案的話 這個部分我建議先不用去深究 先用它預設的就好了 然後這張圖的關係是說明說 我現在有一個Rails的 在跑Rails的電腦 container 我現在有一個database 也許是MySQL 也許是Postgreets 之類的 那 DockerNetworking的預設模式就是Bridge 簡單來說呢 大家都有 家裡都有 路由器 比如說Wi-Fi 那你把一堆實體的線 你有幾台電腦 全部一起插上去之後呢 它的網路就可以互通了 就是這樣 那我們Docker的懶人包 暫時就告一段落了 那接下來談談就是 這個主題的另外一個part 老專案的問題 我們用的Ruby版本是2.3.7 欸 請問大家就是 這邊如果有寫Ruby的話 你們的Ruby版本 不知道是用多少 喔 這麼新啦 好 那 這時候呢 我很開心的就是我裝好了 Ruby的Version Control的工具 然後 叫 我要安裝2.3.7 最上面那個是執行 它的指令嘛 那我們接下來遇到什麼事情 他跟你講說 喔 你的Ruby 安裝失敗 安裝失敗之後 工程師會開始 喔 我要去Google 我要問我大哥谷歌 對不對 我要開始安裝 然後 你會開始找Sag Overflow上面 各種就是 可以求救的指令 比如說 你這個inv要加進去啊 這樣 這樣 可是Ruby版 我只想寫程式而已 我為什麼要那麼累 那這時候我想到 喔 現在我聽過Dark 那我現在可以去 DarkHub上面找 我需要用Node 我需要用Ruby 我需要用什麼東西 那我就去DarkHub上面找 找就好啦 所以我們就去 Ruby的官方 維護的Image 那我就找2.3.7 那 那我用的平台是 On架構的 那我就把它 直接把它PoolShot 開始用 不要忘了光碟片的特性 它是唯獨的 你一張CD 放下去 然後開始播第一首歌 播到第10首 它1到10首歌 都是在這裡 不管你怎麼搞 除非你的官方便壞掉了 那你再舉一個例子 你打網咖的電腦的時候 時間到了 你的原本安裝的File 都會被還原 對不對 有人沒打過網咖嗎 齁齁 好吧 那你可以去試試看 這附近搞不好有 我們接下來 我們現在把Image抓下來之後 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 我每一次啟動這container的時候 就想把它 把這光碟片 放進光碟機 在電腦裡面 它開始執行了 那 它每一次 都要下 經過你要安裝你需要的Library 在Ruby裡面 在Rails的Project裡面 它就是一些Jim 那我需要一個儲存菌的地方 不然我每一次重啟container 就像 網咖的電腦被重新關掉 然後再打開一次 然後它的東西又還原了 我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要怎麼解決 這時候Dark提供你一個功能 就是DarkValium DarkValium簡單來說 就是把 掛載 掛載你的硬碟 到container上 因為它原本是 它的資料 因為 隔離的關係 它沒辦法 知道是沒辦法 鎖成互通的 那右邊的 就是 你寫DarkValium DarkValium 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Valium 然後 你可以透過一些 寫的方式 讓你 比如說你把本機 C硬碟 某一個folder 直接掛載到container 某一個 位置 讓它互通 它的資料就可以直接 存取你的 這台Mac上面的資料 這樣理解比較簡單 那 這個 這張圖呢 是 就是Ruby 開發用的 就是 我要先 那我要跟它講說 我現在 有一個硬碟 然後我有好幾個container 都可以 使用這個硬碟 我就要 要跟我RubyGunes 把Environment Variable 先把它儲存進去 跟它講說 我要到這個位置 找我的Gunes 那 接下來你會遇到一個問題說 我要如何訪問 我的Web Service DarkCompost Files 裡面可以指定說 這個container 左邊的 大家有看到兩個數字 3000嗎 左邊那個指的是 你這台Mac電腦上面 你的網路中訪問 比如說Localhose的3000 那對應到了這個container 比如說 它如果是Web Service的 Port 3000 把它對接起來 那你就可以直接 在瀏覽器打開 我直接打開Localhose的3000 你就可以進到 container裡面的 那個Port 接下來開發 你會需要 資料庫 那我怎麼解決這問題 我只要去 DarkCompost上面 找到我的MySQL 然後是 一樣是 架構可以支援的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 在DarkCompost Files當中 把它變成一個 Service 然後指定給它 把設定好之後 我就得到一個 資料庫 那 你在Compost Files當中 你需要 我用的方法 是用Links 比如說 我把Web的伺服器 然後加上 那個設定檔中 我加入Link的指令 然後我要LinkDB 我可能會有Redis之類的 然後你需要在 Rails的report裡面 然後它的config database Yaml 的設定檔當中 因為 你現在Rails 是放在 它的container底下 所以你需要設定 它的 DB的 host 我剛剛已經 前面一個張圖片 我給它的名字 是Link到DB這個Service 我只要在container當中 這時候訪問DB這個hostname 我就可以連到我DB 那你還會遇到 另外一個問題是 如何匯入資料庫檔案 這時候你需要知道 怎麼樣把檔案 傳入容器內的方法 Dark提供你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DarkCP 複製嘛 呵呵 我要把本機的檔案 複製到container裡面 因為 呃 其實你 如果後面有去深入研究的話 Dark run在Mac的版本裡面 它是起一個VM 簡單來說呢 說人話就是說 你在你的資料夾folder裡面 你要找 是找不到容器裡面的檔案 因為它把它 它是run在一個虛 它在你的Mac上面 長出一個虛擬機 然後你要想辦法 進去這個虛擬機之後 再進去它的檔案的位置 對 這是有點難度 那 我們一般Rail的開發者 在 呃 容器化之後要怎麼樣 debug呢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呃 因為你的DarkCompost up之後 它只是一個 我理解是 它是一個stdout 它就只是 不得輸出一些文字而已 可是 我們在code當中 要買斷點的時候 它就只會顯示說 喔我這邊有一個斷點 我卡到那邊 可是我沒辦法 對它進行 任何的控制 因為 我們大家在寫不同層次的時候 買斷點就是為了在那個 層次的執行斷點 停下來 比如說去印一些變數啊 然後做一些層次 去撈一些model之類的 那這時候你需要在 DarkCompost的file裡面 比如說是 reals的app 那我需要把這兩個設定打開 簡單來說 呃 第一個 stdIn open就是說 我在這個terminal 騎的這個 container當中 我可以 我可以把我的鍵盤輸入的東西 輸入進去它的stdIn裡面 那tty就是 呃 一個way的終端機 就是 對就是這個概念 那我們 還可以使用就是 這時候要debug嘛 我會 使用這個指令 就是DarkAttach 到某一個 container當中 你就可以持續對那個container 進行輸入 然後 跟得到它的反饋 那 容器後的專案架構 實際上面會大概會長什麼樣子 這是我目前 就是每天工作在開發的 專案架構的樣子 我們 我現在專案有三個repo 然後一個主要是 呃 主要的app 然後第二個可能是service API 然後第三個 可能是 user管理相關的一個app 那 剛剛講到說 你可以透過DarkNetworking 把這三個 等於是你的電腦下面 長了三台電腦在你的 你的 你的這台Mac上面 你要怎麼讓它透過DarkNetworking 然後去先把link起來 然後再 讓它可以互相溝通 然後 這一個 這一個 下面有一個DarkFile的 目錄呢 我個人是習慣 因為我將來可能會生Ruby 所以我就要把 比如說Ruby2.4.10之類的 DarkFile 我先放在裡面 那我到時候要build的時候 我就直接從這邊開始build 那 DarkCompost的File就是 直接放在這一層 就黑色字體的部分 那 容器化後的工作流程大概會是什麼樣呢 首先嘛 那我就先啟動我的DarkCompost Up 然後 我一次把 我現在目前只要有五個服務 對 它就一次全部起來 接下來呢 就是改扣嘛 每天大家都 生產 程式嘛 那接下來進行 你想要進容器裡面 因為你現在的服務不是亂在你本機電腦上面嘛 我就需要進去比如說RailsApp的那個container裡面 執行一些 Rack的Task 比如說我要進它Console啊 我要開始買貴我的DB啊 做什麼 那必要的時候就是 呃 重開自白病嘛 我就把 你需要把container重開機 重開的時候我就重新container 那 接下來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需要 進行debug的時候 我就需要 附著在某個容器裡面 進去 真的進去那個容器 然後開始進行 除此有相關的作業 我看一下時間 OK 那我們這邊還有 一點點時間 可以稍微demo一下 就是工作流會長什麼樣子 OK 大家看得到嗎 大家看得到嗎 好 那 我現在在這一個 呃 我現在是用tmark 所以我大概切了四 一二三四四個terminal 那我現在把它放到一個terminal 那我現在darkcomposeup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個 我這個darkcomposefile 那上面左邊有寫redis 然後我也有一個db 我也有一個 Rails的app 就這樣 然後 然後 我的web伺服器已經起來了 這時候你訪問 你在make上面訪問 localhost 然後pull是3000 他就會印出來 呃我這一頁原本 webapp要show的html的頁面 ok 然後 這邊是我的html的樣板的地方 我們這邊只要隨便刪掉一個字 我們refresh 他就會即時被跟動 他就會即時被跟動 那剛剛講到說就是 我要怎麼樣debug呢 我在我的realsapp裡面的controller 因為他用的reals是5.2版本 我在這邊安插一段 我扣了斷點 然後 我用darkattach的指令 把它attach到某個容器上面 這時候我重跑一次 我refresh了一次 重新get一次 哦 這邊剛剛沒成長到 抱歉 我們再重新get一次 好卡住了 你看現在在轉圈圈了 對不對 斷點卡住了 然後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就是 呃我把它放大量看比較清楚 我們現在已經進去 他的buck裡面 然後 他在他的control中已經停住了 我可以隨便亂印東西了 對 這就是之前 呃 可能你在 第一次使用container 這個容器化之後 開始工作流程 你會遇到一些小問題 對 那 我現在切回最後面的 編講的時間 就是 現在進入的是QA時間 這樣 然後這個 這個 QR code的是 可以少 就是我有把 這個slide分享上去 對 然後看有沒有人有 有任何問題這樣 歡迎提問 然後交流 那這場議程到的時間是 35分 那 距離35分 我們現在還有9分鐘的時間 歡迎大家踴躍發問 可以直接舉手 好 不好意思 想要請教一下 在這個以上的流程 這個MOTOR流程 你覺得最困難的點是哪一個 我覺得 最困難的點會是在處理 網路連線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 我現在正在工作 現在這個專案有三個report 然後這三個report 會遇到就是 如果你對這個 不是非常 理解的話 你會遇到就是 我的localhost 不等於你的localhost 對 對 那個部分 花了蠻多時間 在測試 就研究 怎麼讓他網路互通 這樣子 因為當然還有 會遇到更一層的問題是 你的report 裡面 你 redirect 到某一個URL 然後在 他code寫的方式 是 寫死的 或者是一些 這些問題 就是很麻煩 對 我會講 假設這個是 AMD64的話 那 你認為那個 Docker Build的時候 應該要 Build 雙 平台 的image 還是 那個 特定平台的image 呃 這個部分 我是沒有 實際使用過 但是我覺得 剛看到那 Ruby上面的 Docker版本 它就是AMD64 所以我就會直接使用它 這樣 我想要幫忙補充一下 就是那個 Docker Compose 後面可以減低 它就直接可以不用佔用一個 Terminal的視窗 這樣子 它就直接跑到背景 然後 那個 如果用VSCode的人 可以直接用那個 remote remote container 就可以VSCode 直接進去到container裡面 然後 做的事情完全跟外面 就是可以一模一樣的操作方式 就直接用VSCode的執行之類的 直接起來 然後如果在裡面的話 就是把那個 IP改成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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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外面就直接 那個Local Hoster 就可以抓得到了 然後另外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N1的Docker 現在還會不會有 譬如說 Build MySQL 或什麼東西 還是會Fail 或遇到什麼狀況 會不會遇到問題 我目前是 就我們使用的版本 是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對 所以現在所有的都OK 對不對 對對對 感謝你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請說 我只是補充一下 我自己平常 就是在開 因為這邊應該是 講開發上的Docker使用 那我自己平常使用的時候 就是如果有需要 那我通常是把Postgres 然後Radis 這類型的服務型 就是你的服務依賴的東西 用Docker去跑 那 那 因為在Docker之前 我們會 你可能會用那個 Mac的那個 Homebrew Service 去管這些東西 那 對阿 之前是這樣子的話 假設你有A專案 你需要Depend on Postgres 我不知道現在版本多少 11嗎 14 對不起 很久沒弄了 然後 好 那 總之如果兩個版本 好像之前可能 又有個更舊的專案 是要依賴9 那你就很痛苦